打开试验台主控制开关 打开计算机启动开关 拿出中国重气尿素泵 将尿素泵安装于专用支架上 拧紧固定螺丝 旋转尿素泵专用支架 让尿素泵取垂直位置 按照顺序依次插入 尿素进液管 出液管 尿素积两管 尿素回液管 取出重气尿素喷嘴 专用连结线束 一端插入试验台面板 对应插口内 另一端插入尿素喷嘴 控制插口内 取出重气尿素泵 专用连结线束 一端插入试验台面板 对应插口内 另一端插入尿素泵 控制插口内 点击试验台 S压测试 点击重气尿素泵测试 点击预注尖压 观察尿素进液口进液情况 正常情况下 点击预注尖压10秒钟之后 进液管由液体流向尿素泵 20秒钟之后 回尿素管由液体流向试验台 如不正常代表尿素泵 尿素泵尖压模块存在故障 观察完毕 点击启动喷射 正常情况下由尿素液喷出 如不正常代表尿素泵尿素喷嘴 注射模块存在故障 观察完毕 点击停止喷射 下面对尿素泵喷射尿素量进行精确测试 点击精度测试 点击流量测试1 对尿素泵最小喷射量进行测量 测试时间大概为2分钟 完毕后观察量杯 显示素质和参考流量做对比 如流量偏大或偏小 则对尿素泵尿素喷嘴进行检修 点击流量测试2 对尿素泵最大喷射量进行测量 测试时间大概为2分钟 完毕后观察量杯 显示素质和参考流量做对比 如流量偏大或偏小 则对尿素泵尿素喷嘴进行检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